生命纪第29章 这些是耶和华在摩押地 吩咐摩西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的话 是耶和华和他们在和立山所立的约以外的 摩西把以色列众人召了来 对他们说 耶和华在埃及地 在你们面前向法老和他的众臣仆 以及他的全国所行的一切 你们都看见了 就是你亲眼见过的大事宴和神机 以及那些大骑士 但是直到今日 耶和华还没有给你们一颗能明白的心 能看见的眼睛 能听见的耳朵 我在旷野四十年之久领导你们 你们身上的衣服没有穿破 脚上的鞋也没有穿坏 饭 你们没有吃 清酒或烈酒 你们没有喝 这是要使你们知道 耶和华是你们的神 你们来到了这地方 西石本王西红和巴山王厄就出来 与我们交战 我们击败了他们 夺取了他们的地 分给刘本仁 加德仁和马拿西半个支派做产业 所以 你们要谨守这约的话 并且遵行 好使你们在所行的一切事上都横通 今日 你们全都站在耶和华 你们的神面前 你们的首领 组长 长老 官长 和以色列所有的男子 你们的小孩 妻子 和在你营中的寄居者 以及为你们劈柴挑水的人 都站在耶和华 你们的神面前 我要叫你遵守耶和华 你的神 今日与你所立的约 和他向你所起的事 这样 他今日可以立你做他的子民 他可以做你的神 正如他曾经对你说过的 又对你的列祖 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 起过事的 我不但与你们立这约 起这事 而且 也与那些今日和我们在这里 一同站在耶和华 我们的神面前的人 以及那些今日 不与我们同在这里的人 立这约 起这事 你们清楚知道 我们怎样在埃及地住过 怎样从立国中经过 你们也见过 他们的可赠之物 和他们那里那些木 石 金 银的偶像 恐怕你们中间 有男人或女人 家族或支派 今日心里偏离了 耶和华我们的神 去侍奉那些国的神 又恐怕你们中间 有恶根 生出毒草和苦井来 如果人听了这咒诅的话 心里仍然自夸说 我虽然照着顽梗的心而行 使好人和恶人一起灭亡 我还有平安 耶和华必不肯饶恕他 耶和华的怒气和愤恨 必向这人发作 这书上所写的一切咒诅 都要降在那人身上 耶和华也必从天下 涂抹他的名 耶和华必照着 写在这律法书上的 约的一切咒诅 把他从以色列众之派中 分别出来 使他遭受灾祸 后代的人 就是你们以后兴起来的子孙 和从远方来的外族人 看见了这地的灾难 和耶和华降与这地的疾病 又看见了遍地有硫磺 有盐鲁 有火烧 没有播种 没有出产 寸草不生 好像耶和华在烈怒和烈火中 毁灭的索多玛 俄摩拉 鸭马 洗扁一样 看见了这些的人 和万国的人都要问 耶和华为什么向这地这样行呢 为什么大发烈怒呢 人就必回答 是因为他们离弃了 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的约 就是耶和华 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时候 与他们所立的 去侍奉别的神 向他们叩拜 就是他们不认识的神 也是耶和华没有给他们指定要拜的神 所以 耶和华向这地大发烈怒 把这书上所写的一切咒诅 都降在这地上 于是 耶和华在烈怒 愤怒和大怒中 把他们从他们的地图拔出来 丢在别的地方 像今天一样 奥秘的事 是属于耶和华 我们的神的 只有显露的事 是永远属于我们 和我们子孙的 好叫我们遵行 这律法上的一切话